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应该是前天的 对不起 星期五 川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 有关中国关税 就是川普这一次的贸易战 打了半天 最后只打在中国身上 他把欧盟 加拿大 墨西哥 包括韩国 日本可能有一部分 几乎都给赦免了 现在被绑票的呢 大概是日本一部分 因为他有不同的税款 还有英国 但我们没有看到英国有什么反应 这没看到英国有什么反应 所以在更多的报道说呢 这一次的贸易战 最后变成了川普只针对中共政权 川普只针对中共政权 而在去年十九大之后 川普访问中国 然后回来之后 我们看到的台湾关系法 我们看到台湾关系法 台湾旅行法 以及美国的第一次的叫什么 国家安全什么战略什么方针 他几乎所有拿出来的东西 都是对中共政权而来 都是对中共政权而来 而在过程中一直走到今天呢 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 在舆论宣传中 习近平在舆论宣传中 在中央 就是王沪宁掌控的整个中宣系统中 是把习近平给推成了剁手 对不对 领路人 领路人就是 我那些开玩笑 我说这狗年是盲人犬呢 对不对 那领路人不就盲人犬吗 那老百姓都是瞎子嘛 而整个他的推的做法呢 是奔着毛泽东去了 都是文革那套手法 也有人说这个在什么哪哪哪军队里 说习叫习主席语录 我个人觉得有点扯淡 我说扯淡的意思呢 在他当初宪法宣誓那天 有人说把他的手放在了习近平的 习近平选集上 那张照片我看了在推特上 就像我有期节目的时候 我说那是混蛋王八蛋 那是胡来的 所以而那个照片 在我第一眼看的时候 吓我一跳 我以为是真的 这就是今天打击习近平的人 所采用的真正党的手法 我没跟你说就瞎扯淡 而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一定是高级动物 他是高级动物的生命理念 对吧 以反共的名义 在侮辱着人 侮辱着那些受众者 包括我 所以我才骂他是高级动物 所以我不认为 有些东西是真的 咱说句难听话 但是当他宣扬起来 这一套手法的时候 你看看在国内的宣传 他就用这套手法 能够镇住高级动物理念的大陆人 这是真实的 社会动荡是他最惧怕的 可是呢 在他们的行为中 在他们真实的行为中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我说他很奇怪 他们在整个宪法宣示中 如果把党放到了这样的位置上 你就弄个党章在里头 不就行了吗 那是真正党 他没有 对吧 所以叫 有人评论已经昨天说了 习近平用党 用党 怎么说来的 用党抢夺了 他们用强奸这词 用党强 掠夺了 党掠夺了国家 习近平又掠夺了党 如果党掠夺了国家 习近平又掠夺了党的话 你想想这概念是什么 一个人回来了 一个人回来了 是不是 如果他是党的一体的话 那是真正他跟党是一体的 就不叫他掠夺了党 他与党融为一体的 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自个这么写的 在美国之音的一个报道中 而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过 他这手活就这么玩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一点 他把党玩了 他把党玩了 现在在吹嘘着党领导一切 他不能说他领导一切 是他是党的化身 他是党推出来的 网友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罗易斯访问台湾 台湾旅行法的推动者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罗易斯本星期访问台湾 将到台湾立法院 或颁台湾外交荣誉奖章 并将与蔡英文总统会面 所以这是中华民国对这件事情 是非常的 应该是个非常高兴的事情 这里面的最大的问题 你比如说在人 在这个人大结束的时候呢 习近平发出强烈的说法是 他在这个时间档上 他绝对不接受中华民国改国号 改成台湾国 这个他绝对不接受 冲的是这个概念 因为在所有的讲法 所有的这种文件标词中 都把台湾突出出来了 你看不见中华民国 而这种客观的造成呢 却是中共自己一手造成的 所以他的强词的这种强硬的表态呢 是不能接受台湾出现中华民国之外的 任何宪政国体 台湾履行法 有八十多位国会议员共同联署 促进美国与台湾之间 所有层面的官员护法 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 规范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 是 完全不同了 罗伊斯众议员还大力推着支持一项 可以令台湾人在台湾完成 入境美国手续的构想 中华航空公司 从加州的安大略机场 到台北的桃园机场的 首航航线 那安大略机场 不是国际航班入关机场 没有设海关和境外的检查中心 所以现在呢 华航争取在台湾的桃园机场 设立美国海关检查中心 在全世界 它大概只有十几个 十五个城市有这样的 可能会有这个 那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 相当不一样的标志 那另外一个比较热闹的新闻 北大的蔡元培学院的副院长 写了篇文章叫 《巨座全主》 说发表后辞职 而文章的内容呢 主要是推崇 北大120年 周年 在推崇他们的老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在民国期间呢 大概一共辞职了八次 海归学者常务副院长 李陈简发表文章 挺直 脊梁 巨座全辱 然后辞职 那 他的公众号被关了 副院长 张旭东 院长 鄂为难 一并辞职 但张旭东否认 还说 他将和鄂院长 一起接待外宾 所以这是 所以概念就不太一样了 李陈简的文章 主要是写的蔡元培 留给我们的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 代代相传 一个挺直即量的人 具作全辱的男子汉 个人的付出 个人的付出 才使得当时的北大空前 既有全盘细化的胡适 又有追求共产主义的 陈独秀 李大钊 毛泽东 还有要复辟的 拖着辫子的人 所以他们碰撞 那你这篇文章 写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 在我的眼睛里 中华民国的 中华民国的一个正常人的国体 一个正常人的政府 才会给蔡元鵬这样 这种机会 那如果有人说 那时候国民党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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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关系 那国民党当时如何如何如何 他也是人的社会 如果作为对比的话 对比了今天的社会 是一个高级动物的社会 真正被抨击的 应该是高级动物的社会 对吧 那你拿人的社会 对比高级动物的社会 那蔡元鵬在一个人的社会环境中 他以辞职的概念 来抗争 成为这个争争男子汉 那没错 那你在今天的中共环境中 面对的是高级动物的环境 你用高级动物的环境 去对比一个 去对比一个人的环境 我觉得这里头就有问题了 做法中 从个体做法中 是有了他个体人的尊严 这个绝对存在 其实在我个人的眼睛里呢 与其这个做法 不如就是干脆退党 退团退队 因为这个做法 他起码 起码有一点 他不清晰 我不敢说叫混淆了 人跟高级动物 对人的认识 是一个正常的人的 一个信仰 传递过来的生命 还是一个猴变的高级理论 变成了一个 以淫欲 作为生命基础的高级动物 如果你不在这点上 有认识的话 那这些东西就缺少了 真正更坚实的基础 就是说 在我眼睛里 就是他在讲的狐狸 有多邪恶 他认识不到 通天教主门派当中的问题 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